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迈入第四届的TTMaker 2021 以数位共好为主题 对外征求优秀的团队 23号的上午是对外公布入选的22组团队 县府秘书长陈明仁派入选的团队 能够利用现今的快科技 来为台东满经济来加持 也让台东未来的发展有更多的可能性 秘书长陈明仁颁发创客护照 给入选第四届创客团队们 期盼他们在数位共好的主题下 为台东进行加持 不要把自己的有限的金钱 把它认为就框在那个框子里面 因为我们今年的所用的 我们的叫做概念 叫做数位共好 就是要发展无限的可能 郁昌在这里我不好意思讲说 我们台东其实不止只有热气球 我们台东不是只有农业 台东不是只有冲浪 台东有无限无限想象的空间 不只是在热气球这些 我想台东现在有一个叫慢经济 而且我们有一个快科技 各位就是快科技的代表人 那慢经济就是我们现在台东在推的 比如说我想就不用在文字上来做太多的叙述 就我们简单的说 我们把台东当成一个南岛文化的一个整体的概念 然后部落的时尚部落的旅游 等于就是我们的慢经济的一个延伸 我想用这个概念来 让大家可能会比较上 比较熟悉 我想能够 希望我讲的话能够触发 大家在往后 在工作上能够有更加精进的地方 而且能够对台东产生加成的效果 台东县政府为营造创业友善环境 开办TTMAKER 提供教育训练 夜市陪伴等 今年迈入第四届 至今辅导85家团队 加上今年的22家 辅导的团队已突破百家 持续为台东的新创产业 提供更多的优质心血 慢经济 他开始谈到部落 谈到我们文化DNA 我觉得这是各位今天出现最美妙的地方 那我想这都是其实大家都要共好 共好当然大家要攜手 那一定要在慢经济跟快科技当中来做 秘书长陈明仁也期盼 这22家助选的新创团队 能够利用现今的快科技 来为台东的慢经济加持 让台东未来的发展 有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潘俊瑞台东市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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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